哈囉 大家好 我是美根 今天的影片呢 我們要一起來開箱 我在iHerb上面買了一些東西 這一集我非常期待 因為我已經這個包裹躺在那邊好久了 就是要一起跟你們分享開箱的喜悅 我這次買了有刷具還有彩妝品 跟我最期待的是蛋白補給品 就是我買的protein bar 我之前一直沒有嘗試過就是蛋白棒這個東西 可是我很想要試試看 它這個包裹包得非常的緊密 你看 還有用這個泡泡袋 這個泡泡袋我跟你們說 它有個很好用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包包裡面 或者是鞋子 有些包包如果你很久沒有用的話 放在那邊可能會變形 我就會把它塞在包包裡面 這樣子你的包包就可以維持一個很漂亮的弧度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好 好開心喔 好 首先我先來跟大家分享 喔 這一個我非常的期待 雖然說它不是我買的 它是我朋友買的 這一個是Real Techniques 他們新出的刷具 應該不是說新出 這個是他們之前就很熱賣的一個set 只是它重新包裝 現在這一個是最新版的 它是粉紅色的 我的天啊 這超級可愛的 給你們看一下 它原本舊的版本是這樣 它是這種橘色的 它這一次呢 整個系列全部都出成粉紅色的樣子 我們來小心的打開來 這腮紅刷好夢幻喔 你看 它是一個粉紅色的頂 像是麥克風一樣的感覺 這個好可愛喔 來輕輕刷一下 很軟 超軟耶 我不敢就是刷太多地方 因為這是我朋友的 我怕他們覺得說 你好噁心喔 你為什麼一直拿我的刷具 刷 亂七八糟的地方 可是這超軟的 我的天啊 我覺得這個好像比舊版的還要軟耶 怎麼辦我也想買了 這個 這個 完全 不紮 我沒有在誇張 我看起來很誇張對不對 可是 超軟的 你們可以感受得出來 它這個柔軟的毛嗎 喔 我覺得他們這個毛好像有改版耶 比之前更柔軟 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是他們的粉底刷 這個我自己也有 我來 摸一下 這個也好軟喔 這個粉底刷 它是一個比較扎實的毛 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 之前舊版的我用起來 就覺得沒有什麼刷痕 這個我覺得它 更柔軟耶 這真的好軟喔 我覺得這一組非常 非常值得買耶 裡面還有這個刷子 很軟耶 這個系列我覺得它 它感覺是非常好用的刷子耶 這個可以把它拿來當作打亮 所以這一組你如果買下來的話 你基本上你的底妝 還有你的腮紅 就是打亮什麼都可以完成 哇 我覺得這一組很不錯耶 它裡面還有這個 這個我就把它拿起來 這個是 比較大支的 你可以把它當作 譬如說局部的遮瑕 或者是 看你要怎麼用都可以 那它這一個海綿 我發現 它們的海綿也 升級了 你看 它的海綿上面 印了 RT的logo耶 所以Real Techniques 他們這一次的刷具 整個就是大升等耶 我覺得它 這個造型真的很漂亮 如果你是那種 很喜歡粉紅色的女生 你看到它一定會實行風 因為它真的太可愛了 來 再給你們看一次 不過你們剛好 缺一組底妝刷的話 我覺得這一組很值得買 接下來呢還有這一個 這一個是眼部的刷具 我自己有買一個 另外一個是我朋友買的 我來打開給你們看 這一組眼妝刷 我已經看過好多人用了 所以我非常想要試看看 我們來打開看一下 它裡面的刷具長這樣 我來感受一下這個刷具 喔 這邊也很軟耶 但是它的軟是一種 比較扎實的軟的感覺 感覺它的毛非常膨耶 它的毛非常的密 這個可以把它當作暈染刷 那另外這個比較小一點 喔 這個也很軟 這可以把它當作 上眼影的刷具 喔 Riotex Nice他們家的刷具 我真的覺得超棒的 如果你沒有用過刷具上妝的朋友們 你們一定要試試看 因為我自己 也是他們家刷具的愛好者 我每天用到的刷具 都會有他們家的 如果你還沒有用過好刷具的朋友們 我覺得真的很值得 可以試試看他們家的 好 再來呢 再來 我買的是EcoTours的海綿 我買的是四顆 四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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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就是你知道 無極品 之前看國外youtuber介紹 他們家的這個海綿 好像也很好用 而且它的這個海綿蛋 好像比R7的還要大耶 我們來對比一下 喔 看起來是差不多 可是我聽說這一顆 它膨脹起來非常的大 所以 我想把它打開來 來感受一下它的觸感 你們應該也會想知道吧 等我一下喔 喔 它的這個海綿 是 兩面是平的 然後下面屁股蛋的地方是圓的 這個你就可以把它拿當作眼下 如果你喜歡BAC的話 它這個形狀就剛剛好 你看它就可以平的這樣壓在下面 然後它屁股的地方 你就可以拿來這樣上地妝 它摸起來我覺得還蠻軟的 這個是要沾水用過之後 它就會膨脹變更大一顆 所以我覺得它的這個形狀 算是還蠻便利的 不管你是要上腮紅啊 或者是底妝 這一顆感覺都很方便 好 再來 這一顆呢是Elf的Bronzer 這個是我朋友被我燒到的 因為我跟他說 這一顆你一定要買 所以呢 他就買了 我跟你說這一顆非常的便宜 它只要折合台幣大概一百一百二十幾元吧 就是很便宜 我來把全新的打開給你們看一下 它裡面的包裝是長這樣 如果你有常在看我化妝影片的朋友 你絕對不會陌生 因為這一塊我真的是 愛死了 我每天都要用它 我不用它我會很焦慮 真的 喔 我很久沒有看到它剛打開的樣子 來給你們看一下 它裡面是長這樣 我就不把它拿下來了 裡面呢它就是四個顏色 那我給你們看我自己用的 這一顆 這一盤我跟你說我已經用三年了 它都還沒用完 這一盤是我自己的 我每次都會拿刷具這樣子四個掃在一起之後呢 再打在我的顴骨的這個地方 像你們看 我現在臉上有一個閃光 這個就是這一顆Bronzer帶來的效果 這顆Bronzer它可以當作腮紅 你也可以把它當作一般的Bronzer 你也可以把它當作打亮 所以我真的覺得它超級多功能 我買的這個色號是Worm 我覺得它很適合亞洲女生的皮膚 因為我們的皮膚本身會比較偏黃底一點 它畫上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的皮膚超級健康的 我真的覺得這顆必收 我真的超級喜歡它 如果今天要腮紅、羞柔、打亮Bronzer 選一盤的話 我一定是選它 因為你只要帶它 你幾乎所有條件一次滿足 你可以有打亮的光澤感 可是你也有腮紅的那種精神 同時你也可以有一點點羞柔的感覺 這顆必收 眉根大推 好 再來下一個 喔 這一個是我姐的 這一瓶它是 應該是化妝水吧 因為我姐她非常喜歡玫瑰 我相信好像很多朋友也是玫瑰控吧 我來替你們聞一下好了 因為我自己本人對玫瑰的那個味道 我很在意它到底是不是很天然的玫瑰 因為有的玫瑰 如果是那種合成物 化學味很重的 一聞到就是覺得 oh my god 我不喜歡 喔 欸 不錯喔 嗯 差點說你們聞聞看 結果你們聞不到 好 我來聞一下 它的這一個 玫瑰味 聞起來 它的玫瑰味道算是蠻濃郁的 可是不至於會到 讓你覺得它好像是合成味很重 有點像是我們 會用沐浴乳 可能會有一點玫瑰香味 會是這個味道 我覺得這個味道是我可以接受的玫瑰味 它不是那種很刺鼻 或者是你覺得很假的那種玫瑰 OK 好 如果你有喜歡玫瑰水的朋友們 你們也可以參考看這一瓶 好 接下來呢兩個我最期待的東西 這個呢就是protein bar 我買了兩個口味 而且我覺得在IOS上面買他們的protein bar很酷 就是你可以直接把它像是在便利商店的包裝一樣 你就可以把它拆開來 就放在你家的某一處 很像是你家專門就是在賣蛋白棒的 這一個我買的是巧克力布朗尼的口味 我們來試吃看看好了 它裡面有20克的蛋白質 所以算是還蠻高的 有一些蛋白棒大部分會落在可能10到24之間 我今天買的是20的 然後我把它打開來了 是不是很像是外面在賣的感覺 你們一定很想知道它吃起來究竟好不好吃吧 我跟你說我也很想知道 我們來試吃看看 因為我聽說就是蛋白棒好像是一個非常見仁見智的食物 有些人可能就會覺得不好吃之類的 希望這個好吃因為它一盒裡面有好多喔 我來聞 第一個印象聞起來跟一般的巧克力一模一樣 很濃很香 它裡面看起來就是非常正常的巧克力棒 來吃吃看 我覺得可以 它吃起來就是在吃Browny 我目前吃兩口 它沒有那種很奇怪的味道 因為我聽說有很多這種蛋白棒會有帶糖的味道 我不太確定帶糖味到底是什麼 可是這個我覺得它吃起來不會有噁心的感覺 我很開心耶 因為我沒有買到這種覺得味道很難吃 因為我一開始我真的超害怕 萬一我買一盒來 結果它的味道很難吃怎麼辦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耶 這個是我會願意吃它 而且我不會覺得噁心的那種 我這樣子買一盒裡面有498元 裡面有10條 所以一條大約是快50元左右 我覺得它算是還蠻合理的價錢 我不能說它便宜 因為一般的巧克力才大概二三十塊 可是畢竟它裡面加了那麼多營養的成分 它一定會比較貴 可是我在網路上找的時候有很多蛋白補給品 真的很貴耶 就是一包小小的餅乾可能就要60、70、80甚至更貴 所以我覺得就是這個價格 算是我覺得可以接受的範圍 那這個口味我覺得吃起來是有一點點偏甜的喔 那我自己本身算是還蠻耐甜的人 所以如果你很怕吃甜的朋友 我不建議你買這個 你應該會覺得太甜 我拿Oreal來比喻好了 如果你是很喜歡吃Oreal的人 這個你應該可以接受 可是如果你連Oreal都覺得天哪好甜 這個你就不要買 你應該會覺得就是吃不完的感覺 好我們來吃吃看下面這一盒 這個牌子是MP的 大家如果你有在健身的朋友應該不陌生 那我買的這個是 欸它沒寫喔 這個是巧克力碎片的 嗯 我這次買都是巧克力 因為我覺得巧克力應該是最不容易踩雷的口味 哇你看又來了 是不是很像在便利商店買的感覺 我們來吃看看 希望它也不難吃 這種食物很適合嘴殘的時候拿來吃 好 喔給你們看一下 它上面看起來有滿滿的巧克力碎片 我來吃看看喔 它聞起來 我怎麼覺得它聞起來有個滷味的味道 這樣對嗎 不對吧 它的巧克力味道沒有剛剛那個聞起來那麼濃 這個 我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它 吃起來有一個 一般垃圾食物裡面不會出現的味道 好我來思考一下 我覺得它 不難吃 可是 我在想它這個味道是不是就是那個帶糖味 它有一個很濃的 非正常食物的味道 因為我從來沒有吃過蛋白棒 可是我一吃就發現我吃到一個 我從來沒有嘗過的味道 我覺得 它吃起來也算是偏甜的 就是它們兩個吃起來的感覺 這個巧克力的味道是比較精緻一點的 你可以感覺到這個是比較細膩的巧克力 可是這個 就感覺比較是 比較夾醜吧欸 就是你知道這種感覺嗎 我給你們看一下它的橫切面 因為我從它的橫切面也發現 它們兩個差滿多的 你們看這個橫切面 我左手邊的這個 它是不是看起來很細很綿密的感覺 可是我右邊這個被我咬過的 它的口感本身就比較軟一點點 但是你看它的 裡面 是不是看起來就是 比較粗糙的感覺 可是我記得這一款在i2上面的評價很高 這個它的單價是52元 有吃過的朋友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MP的那個味道 它是不是就是所謂的帶糖味 因為我真的沒有試過其他的蛋白棒 我無從比較 可是如果是我手上這兩款的話 我真的覺得 就是這款比較好吃 如果你是很味蠻甜食的朋友 我要很真心的跟你說 這兩款你都不會喜歡 因為你一定會覺得它太甜 可是如果你是可以吃甜的朋友 我覺得這個吃起來是好吃 如果你有吃過其他家蛋白棒的話 一定要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因為我真的非常想知道 各家不同的蛋白棒到底哪一個比較好吃 這樣子你知道我們去買的時候才不會採雷 所以大家 你們也可以滑到下面留言區 看看大家有沒有分享自己的心得 如果你們有買過iHerb的朋友們 我強力建議你們 一定要去它的網站上面看看 因為不管是彩妝品 還是運動補給品 它們上面都有超級多 像是台灣我們很常聽到什麼 Alpha Real Techniques 還有各式各樣台灣沒有進的彩妝 在上面都買得到 iHerb上面也有很多不一樣的蛋白補給品 不管是洋芋片 或者是吃的啊維他命啊什麼的 如果你是有在健身的朋友們 一定要去逛逛 它的購物方式其實還蠻簡單 基本上你只要有 應該只要有金融卡就可以了 你還不一定要有信用卡 只要可以刷就可以了 你們可以再去網站上面看看 那我今天所有的購物連結 都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所以大家記得要打開去看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你們喜歡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點個喜歡 如果你是新朋友 還沒有加入過我頻道的話 不要忘記訂閱我 並且開啟小鈴鐺 在每個禮拜不定時 都可以看到我Megan的影片 那記得追蹤我的IG跟Facebook Megan's Talk 才不會錯過所有最新消息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Bye Bye